台湾即将诞生第一个国际级的学术大奖 今年就要颁发第一届的唐奖 是由台湾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来办理评选 现在已经进入紧锣密鼓的最后阶段了 唐奖祭出超越诺贝尔奖的5000万台币世界最高额奖金 希望一举建立国际级大奖的地位 四个项目永续发展生计医药 还有相对冷门的汉学和法治 目的也是要补足诺贝尔奖所欠缺的领域 虽然是台湾企业家银演良出资创设 并且由中央研究院负责办理评选 但强调利用中研院院士遍布全球的人脉 透过推荐方式提名 放眼国际台湾绝对没有保障名额 我第一届都颁给自己的人 那大家说这个是你们自己在玩的 唐奖今年六月将公布第一届得奖者 并在九月举行颁奖典礼 不过这个奖项毕竟仍在起步阶段 未来是否从两年一次改为一年颁发一次 或是要增设更多奖项 涵盖更多领域都还有进化空间